小轿车惨不忍睹 引擎盖撞到整个掀起来 变得歪起扭巴 水箱也撞破 保险桿撞断后 还插在对向公车上 只见公车前挡玻璃也凹了大洞 公车司机仍没事站在一旁 但肇事小轿车驾驶来头可不小 是美国在台协会AIT官员的先生 却在上阳明山途中 逆向撞上公车 他整个这样斜斜 直接要逆向过来 他直接撞到之后就躺回去 小道车后车盘一旁大大的外置 特别显眼 代表是驻台外交机构的坐车 当时车上还载着两名女儿 被撞的差点失去意识 连忙送医急救 看看车主撞的程度 在仰德大道跟永宫路口 车头几乎全毁 另一边公车也很严重 车上一对母女也遭到波及送医 警方道场连忙在地上画粉笔 调离肇事车辆避免大塞车 只是AIT官员的配偶 开着外交部配发的坐车 为何逆向行驶 差点害两个女儿没命 波及无辜 Komade出面给大众一个交代 记者王上伟 SNG小组台北报道